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首例由政府担任实施者的公办都更案 历经三年的福岛整合成功蜕变为斯文首善社区 在岁末年中特别举办了2022共荣共荣乐活日 凝聚居民情感与共事 精彩的川剧变脸还有活泼热闹的带动唱 将现场气氛炒热到最高点 位在台北市大同区斯文里的三期整宅 是全国首例由政府担任实施者的公办都更案 历经三年的福岛整合 并成功岁变为斯文首善社区 在岁末年中特别举办2022共荣共荣乐活日 凝聚居民的情感与共事 因为斯文首善它坐落在我们大同区斯文里 那斯文首善它是历经三年的福岛整合 是我们全台唯一公办都更您诉讼的案例 所以在这个岁末年中之际 因为这边是由旧的社区变成新的社区 那为了让原本的处兵相聚在这一起 然后也值得庆祝这是公办都更的首例 所以我们特别办了这一个共荣共荣的热活日 让处米桃位聚在这边画家场 那凝聚地方上的共事 那也希望这边能够更快乐更开心的住在这边 我们斯文首善 从过去叫做斯文里三期的整建住宅 到今天能够完工竣工一个斯文首善 这个名字也是他们自己取的 那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这是一个公办都更一个案例 公办都更能够走到现在 那我们看到周边还是有很多 比较老旧的房子 我们也希望这栋房子的完成重建 是可以带给台北市 不仅是我们周边 整个台北市都可以一个示范的作用 我们希望周边的环境能够未来 也要跟着我们这边一样 能够更新改建 然后让我们整个生活品质能够变得更好 所以今天在这个很 共荣共荣的一个乐活日的活动里面 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来跟大家分享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等一下 可以看到很多的租屋 他们很高兴的回到我们这个社区 我们也可以看到里长在这个地方 也一直积极推动下一期 像现在二期也在积极的努力中 我们都很期待未来可以看到 整个斯文里这个地方 它整个社区都能够像我们这边一样 能够重建 能够在这个地方 能够享受更好的一个生活品质 那大同区的老旧社区 它是相对比较老的 老物也是特别多 我们也希望这边能够给大家一个作用 未来台北市 还有我们的台北市的驻都中心 会持续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努力 我们在附近有一个住点工作站 这个住点工作站 不仅是为了我们这个斯文里二级 我们也希望周边的 有都市更新的需要 也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跟大家来分享 都市更新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大家 就像我们今天取的 共融共融 大家要有共识 有了共识之后 我们才能走到下一步 没有共识 都市更新很难推动 很感谢我们在地的居民 能当初能够跟我们市政府 跟住都中心一起合作 我们成功的玩了一件 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 希望能够持续的下去 持续的让大家 来 像今天也有很多好朋友来参观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经验 分享给 除了台北市的老旧社区 其他县市 我们也欢迎大家来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 朝这个方向努力 活动主打亲子和家参与 除了穿剧变脸带动唱 还有人入气球魔幻泡泡秀 让大小朋友欢乐笑声连连 另外也设计了DIY手作活动 以及趣味团康游戏 邀请住户与触逼 主队参加 在游戏中拉近彼此距离 提升在地的认同感 那非常高兴 终于因为疫情关系 举办一直在延期 今天终于办成了 又等到 落后又等到很冷 所以人会稍微看得比较 没关系 我这后边也有站的人 我非常地感谢 我还是要感谢 感谢科匹政府 真的 我们都庚处 都市发展局 大家这么认真 这么用心 来整个都庚 三岁的都庚 所以今天就去大楼 很多人都羡慕 连那个社会住宅 要抽签都没有了 人家都疑问 还有没有 我说没有 非常地踊跃 因为我们这间住宅 我们来看 人家说国宅国宅 一定建立了 一定不知道什么样的 结果老顶都没有问题 我们才没说 小问题是有 因为在衔接方面 大问题真的是没有 那 皇子你看 你走进去 你去看 是最好的电梯 那再进去 要开门的时候 你就看 黄火墙 还有电子锁 这很现代科技 就是说 政府有的用心 来关心这个事情 那我们非常谢谢 从科市长 在第一任 任内 然后经过大家共同努力 还有里长许多协助之下 我们终于看到 我们的这个新家终于落成了 那我想 许多中间的酸甜苦辣 大家点滴在心头 但是终于 我们有一个很温暖的家 在这个时候 可以来住到这里面 那我们后面 还有陆陆续续 还有包括一三旗 还有包括 这个南州那边 我想未来 我们还需要 市政府的协助 那我相信 其他的住屋看到 我们这边 有这么一个 好的一个环境之后 相信未来 在台北市其他的地方 都可以陆陆续续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 公办都更的一个程序 然后想丙府身为民意代表 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介于市政府 跟我们民间的沟通 桥梁跟平台 所以未来 不管我们社区的任何的问题 还是我们个人有任何的需要 都可以随时交代丙府医生了 我想从姐姐玉梅 开始到丙府 我想我们永远 就是我们斯文这边 最好的一个伙伴 台北市社会住宅 在市府独创 属于社宅的社会模式下 规划地楼层的公共社府设施 加上各种资源 要让社宅成为后处逼 落实共荣共荣的社区形象生活 成为民众信赖的住宅及都市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长庚研究团队 透过造血干细胞的基因改造 将健康长寿小鼠的造血干细胞 对普通小鼠输入治疗 明显的提升了普通小鼠的抗癌能力 与改善健康状态 这项结出的成果 在今年9月 荣获了国际顶尖期刊 先进科学刊载 令各界期待未来临床应用的发展 基隆长庚医院院长赖奇俊 带着研究团队 说明这项长达十年的 长寿研究成果 透过造血干细胞基因改造 成功突破小鼠的寿命限制 此外将健康长寿小鼠的造血干细胞 对普通小鼠输入治疗 也明显提升抗癌能力 改善健康状态 这项结出成果 今年9月荣获国际顶尖期刊 先进科学刊载 肯定衰退这边 它有明显的改善 那像说 跟慢性肾病有关的 肾纤维化 还有肾丝球萎缩 然后跟肝硬化肝纤维化有关的 它的肝纤维化 还有以及 跟心血管的纤维化 然后心脏的纤维化 这些状况 看起来都有很明显的改善 然后也会延缓它整个老化的过程 那另外我们发现 它在癌症的这一块 就是说 这样子改造之后的老鼠 基本上它癌症的发生率是下降非常多的 那反过来 我们利用改造过后的淋巴细胞 打回老鼠之后 发现这样子的老鼠 它可以去对抗原来已经长出来的肿瘤 所以我们说 它有抗肿瘤的这样子的能力 然后会避免癌症的恶化 那因为避免癌症的恶化 这样老鼠它就可以延长寿命 那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 它在延长生命的这一块 就是延长寿命 然后看起来是健康 然后身体状况是有比较好的 甚至有一些回春的状况的话 这些我们是利用 改造过后的造血干细胞 然后打回老鼠身上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确 可以延长寿命到14-26% 在8次的回溯之后 所以这样子的研究成果 我们觉得未来在人类的应用上 应该有很大的发展 然后对很多老化相关的疾病来说 它也是一个研究的新的契机 一个新的方向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那未来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的来 不但让大家能够更健康长寿 而且有些疾病的发展率就会减低 那团队也已经升起了很多的专利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研究 能够在未来在医学上 能够造福更多的病人 其实我们建立的是一个可行的动物模式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基因 它只表现在造血干细胞 也就是整个血液细胞里才有 它不像其他的长寿基因 它可能是全身的 就是整个所有的体细胞都有 那表现在造血干细胞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做那个 我们讲 类似细胞疗法 就是血球的输注 就是取出来培养再输回去 可是如果你表现在体细胞的 组织是不可能拿出来培养 然后再种回去 所以这样的一个动物模式 其实以后的潜力相当大 无论是在做抗老化的开发 或者是学术研究上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有它的研究潜力在 你这个研究能够发表 在我们期待的一个期刊的水平上面 就是一个认可 而且才是真正我们开始要 踏入抗衰老研究的一张门票 没有这个发表 我们拿不到门票 因为没有人知道说 你在做这个 尤其是这种都是国际性的研究 如果你没有发表 只在台湾 国外都没有人知道 所以一定要靠着一个 比较有知名度的学术期杆 在上面发表 你才有办法让大家知道 肠坑研究团队也发现 基因改造小鼠 老化疾病的发生率 也明显低于正常小鼠 像是常见的心血管 肾脏与肝脏等组织的纤维化 与衰退 都有相当显著的改善 这些老鼠它的纤维化也减少 但重点是心脏的改变 因为比较不容易 所以它的血管方面是 血管的年轻化 会比较容易明显看到 所以像其他肝脏肾脏的器官 它的血液供应 它里面的一些老化物质 有害物质会减少 所以血管的一个 延缓老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心脏本身是比较不容易 因为心脏没办法像肝脏会再生 所以心脏的老化 其实看的比较没那么明显 細胞啦 我想心脏细胞 但是心脏的血管 还是会改善很多 在我们的研究发现 我们发现 基因改造署的肝的组织切片 跟没有基因改造署的肝脏组织切片 的纤维化程度都没有那么高 而且它比较不容易纤维化 那肝功能的指数也相对正常 同样年纪的 那我们在想说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基因改造署 它的肝脏的再生能力比较强 因为肝脏是可以再生的 那而且它可以肝纤维化 肝硬化的这个进展 比较不会老化 不会受老化所影响 那这个在临床上是很有帮忙的 因为我们肝硬化的病人 他唯一的治疗是肝脏移植 那我们肝脏器官也是短缺 也没有随时都可以 让病人接受肝移植 还有配对的问题 可是我们如果可以延缓肝纤维化 进展到肝硬化这个程度 那对一些慢性肝炎的病人 其实是很有帮忙的 包括B型肝炎 C型肝炎 或是脂肪肝的一些慢性肝炎病人 台湾已迈入高龄化社会 常跟研究团队指出 这项研究成果 有望成为未来开发抗衰老 以及治疗各种老化疾病的关键资源 在未来的临床应用发展 相当令各界期待 记者陈淳淑萍台北报道 今年是冬至来晚热腾腾的汤圆 是一大享受 钥匙工会 全国联合会提醒高血糖患者 及消化不良的民众 可以在汤圆的制作中添加相关药材 可以减轻饮食负担 冬至吃汤圆 民众多半采购市售汤圆回家煮 如果要吃得健康 钥匙工会全联会中药发展委员会 推荐可以用中药材 裸汗果和麦芽作为代糖 减少糖分 更有清热润背 止咳和健脾味的功效 如果自己搓汤圆的话 可以在糯米团加入四神粉 帮助消化 那汤圆呢 我们大概在吃的时候呢 都会说 这个大概就是应景的传统的一个汤品 可是呢 以现在养生学来讲 我们可能会比较考虑多的重点 比如说 第一个是热量的问题 那有请教过专家的养食 那大概原则上 20克牛包线的小汤圆 大概就等于2到3克 包线的大汤圆 那等于大概是半饭的热量 所以说 如果说我们热量在考量的部分的话呢 可能就是说 你当日入民 习惯一天吃两碗饭的人 这时候你在试取汤圆的时候呢 可能就得去换算一下 当日可能就的量要扣除 比如说我已经吃了大概半碗饭 热量的汤圆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就自己再减量 就是一天就是大概吃1.5碗的汤圆的白饭 ok 好 那带着呢 我们可能会考量到所谓血糖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的设计呢 呃 我们有两款 第一款呢 是我们汤品部分 汤圆是可能就是买市售的汤圆 可是呢 我们在汤品部分呢 等一下这一锅 汤品部分呢 我们就采用了所谓的罗汉果还有麦芽 那这个部分为什么会这样子选择呢 因为罗汉果本身它是一个很好的代糖 一个很好的代糖 就是这些咳嗽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才会设计 选用果 我们来用这个最温热的一个这个滋骨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冬令禁骨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我想明天早上一起床呢 我们要吃汤圆 对不对 爱吃汤圆才会多长一睡 然后再来到晚上呢 或者说像今天晚上都好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冬令禁骨 这也补了所谓的秋收工厂 那我们来好好把自己补身体补一下 所以这样说 如果打暖手练的人 四肢冰冷的这种体含的一个体质啊 我想在冬天啊 都是很适合这个冬令禁骨 所以冬令禁骨很多的材料 它基本上是怎样比它照热的 所以药师啊 我们药师领食的所谓的中药西药都是药 那在很多的一个禁骨的材料里面 难免会用到中药 所以一旦有重要的地方 我想药师为人里的用到安全把关啊 还有使用上的一个正确指导 是我们亦不容辞的一个事情 天冷民众会透过食部来达到暖身功效 不过药师公会也提醒 这类民众恐怕不适合服用 姜母鸭等燥热食材 风热型的感冒的人不适合 什么是风热型感冒呢 可能你有所谓的喉咙痛 有所谓发烧 黄鼻涕或黄痰这个时候的部分的人 有这些症状的人呢 可能比较不适合 因为发炎的时候 炎字拆开来讲 就是两把火叠在一起 所以你正当发炎的时候 如果你又在火上 再撕这些比较燥热 容易上烘的食物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有我们说的 像火上加油的症状 所以症状可能会变得更明显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因为像母鸭 我们常常可能大部分 会看到下列的药材 会用到里面去 比如说有丁香 我们在前面的丁香 还有所谓的花椒 还有所谓的桂枝 还有所谓的桂枝 还有所谓的黄芪 那黄芪白皮芪 这是黄芪 黄芪本身来讲 有补气的效果 桂枝呢 它是所谓的 有那个 他可以推动我们的四支 然后黄芪香跟丁香来讲 他们是新温 就是所谓的提升香气的 不过一个观念 一般我们在提升香气包包 我们的补香很乳包那一些 所以可以提升香气的药材 通常都是属在新 就是他们的都是属在 比较新温 比较温热的药性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在使用上的话 温热型感冒的有在发炎 正当发炎的这一部分的朋友 我们会建议 可能使用时候要小心 那第二类的人呢 如果在吃苦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的 有第二个情况的呢 是我们正在月经周期的 的那个女性朋友们 因为通常 通常我们的药材里面 有像放到当归 穿虫 还有我们在做料理的时候 很容易会用到 所谓的生姜 还有酒的这时候 因为这些呢 他们都可以所谓的活血混精 那再加上如果又用习惯 用到麻油这个部分 麻油本身又会有 浪子宫收缩 如果用量比较多 又会有浪子宫收缩的 这个部分的作用的时候 那如果在经期的时候 你这些在实用在不当的时候 有可能会再造成 所谓大量出解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经期就是月经期来的 来的女性朋友们 就是要留意一下 这个实用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呢 后面这边有写到 怀孕的婦女 怀孕婦女 因为里面可能 一般的人做料理 习惯的时候会用到酒 会用到酒 但是在怀孕的时候 我们必须考量的是 我们胎儿 就是我们腹中的小宝宝 其实在怀孕过程中 比较不建议去做 有些酒精的摄取 那所以原则上再加上 所谓的麻油是有收缩 子宫收缩的现象 所以说 其实 所以说怀孕的时候 比较不建议 其实原则上 怀孕的过程中 我们不会去建议 去做吃骨这个动作 反而是平常日常生活中 可能的营养摄取要均衡 反正摄取均衡的话 各方面的体力是OK的 其实这款动物比较好 注重养生食补很重要 但任何食材皆不可多量 否则食补不成 反而让身体更添负担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哦耶 今年的耶诞节 终于可以脱口罩 露出帅气美丽的脸庞了 虽然大家把疫苗打好打满 不过在室内还是要注意防疫 才能够开心过夜当哦 中家宽屏 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夜当节快乐 HOME PLUS HOME PLUS 中家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件计划开始咯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 等你来拿 想请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件简章QR Code 唐市镇基金会公布明年代表字 新将祝福和期许融入春节礼盒 并邀请艺人谢欣颖担任公益大使 限定版兔年迎春礼盒和多款精致春节礼盒 一字排开 让大家针对需求方便送礼 从可爱应景的日式设计风格 与人气IP马吉猫联名Q版材生等精美包装产品 认购这些产品都能支持唐宝宝工作生活自立 感受社会大众的爱与温暖 新年我们这次主题叫做异兔迎春 那最主要的是因为这几年 因为受疫情的影响 现在已经陆续解封 所以新是希望说明年行兴向荣 有为台湾的一个经济 然后注入了很多的活水 所以我们这次是以新这个字为主题 那也希望说透过今天的整个一个春节记者会 让社会大众能够来支持这些披护员工 让他们有工作做 那也让爱卜罗说的产品 能够让社会大众或者企业来送礼的时候 可以多一份文心跟多一份关怀 我们爱卜罗说的礼盒 那主要是由我们身障碍 谈宝宝的这些孩子来亲手制作 那有的部分当然是结合我们南部的小龙 还有结合我们一些知名的企业 来做一个联名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礼盒的 不管是制作或联名 让这些生障碍来折纸和来做包装 都是希望说带给社会一种正能量 然后也支持这些生的孩子 能够有一份工作 那这些孩子事实上很单纯 他们只要有工作赚钱 那他们就说可以来养爸爸妈妈 那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来给他们这份爱的支持 我们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新春呢 会一起推出一款公益礼盒 叫做Love to You 玉兔银春礼盒 那是有一支轩 还有唐氏正基金会的那个工益品牌爱不哆嗦 还有文创界的插画家王子猫 我们再度第二次三方共同联名 那推出这个礼盒 然后我们会将这个礼盒 所就是大众购买的金额的2%呢 我们就会捐赠给经费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一盒礼盒里面呢 不仅是包装着 就是各式美味的饼干 还有承载着 就是我们对唐宝宝的满满的爱 那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 像刚才董事长所说的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大众 看到这麽有意义的 这个公益礼盒的活动 然后能够将这一份爱 能够永续的黏黏下去 希望能够藉由我们这个小小的举动呢 然后在这个世界上 可以点亮更多的新灯 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世界上 我们其实可以靠自己的一身体力行 然后去实践更多 具有善循环的爱的力量 近期有许多戏剧作品 让人印象深刻的艺人写心影 也受邀担任唐室正基金会 年度公益大使 分享与唐宝宝们拍摄影片相处心得 像拍摄那边 我记得我们是一早 一大早的时间工作 然后我在说话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群小朋友 然后直接在我面前 一个一个都有自我介绍 然后非常的活泼 非常的乐观 我觉得这个是我必须 得向他们学习的 就他们不怕声 即便是有一点稍微的害羞 可是他们还是会带着 不同的笑容 然后所以我们拍摄 就非常非常的顺利 你在笑什么 他在回想那一天 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 他们的 应该怎么讲 他们就注意到小细节 细节到就是 我带了一对非常小的耳环 然后他们就想说 直接你的耳环好漂亮 很关注细节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般 就是可能身边的朋友 也不会察觉到的事情 我觉得他们非常细心 嗯 就是其实他们 都没有什么心机 他们就是很 很简单 很直接的去 即便是第一次见面 他们都能够去表达 他们的热情 还有温暖 对而且我觉得 因为那一天我们是 棚内拍完之后 我们又去户外拍嘛 户外那时候其实很冷 因为那个天气 有点难觉摩 所以大家就是累归累 可是他们的笑容是 发自内心的笑 是 他们不会觉得累 就是他们就算在累 他也不会跟你讲 你说你会不会累 他也不会觉得 还是一样保持 满满的活力 对 基金会公布 年度代表字 新 期许明年形形向荣 一起挺过疫情 造成的经济影响 随着礼盒的祝福 传递到每个人手中 同时用行动 持续支持唐宝宝们 记者温云郡台北報導 迎接圣诞跨年假期 松山文创园区 特别举办朝东感谢庆活动 串联多个店家与文创品牌 让民众一探品牌特色 同时也举办消费满额抽奖活动 奖品超过2000个 欢迎民众用月参与 迎接圣诞跨年假期 松山文创园区朝东感谢庆热闹开跑 集结店家与文创品牌共同参与 还有不少新品牌在园区登场 像是风格店家三楼研制所 开发多种干燥花材植物 搭配各种金属物件 推出了首座圣诞树课程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体验 这个是我们的松果圣诞树 然后它是用松果做基底 然后再使用我们的永生的素材 像是雪松啊 橙片 肉桂棒 这些自然的素材 然后去点缀 然后做出一棵由果实搭建而成的 小迷你圣诞树 想要参加的民众的话 可以到我们三楼研制所的官网 然后透过线上预约的方式 然后预约完之后 就可以来现场实际体验 我们的这个品牌呢 其实是花果工艺的食品品牌 那除了饰品之外呢 我们也有在这边做很多 花果的创作部分 所以我们的客人来到现场 不仅可以挑选 心仪的花果饰品 也可以在现场做亲自的体验 体验怎么做我们的 比如说圣诞树啦 花果饰品啊 都可以在这边全部享受到 除了体验 比如说像花艺作品之外 最特别的是 在我们的松烟店 还可以体验我们的饰品 用花艺的素材 就是花跟果实 去做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饰品 在现场可以选择 比如说永生的绣球花 或是果实 像是小松果、青钢粒 然后也可以挑选五金的素材 然后在现场就做出自己独一无二 绝对不会在市面上撞款的 自己的专属饰品 其实我以前是念工业设计的 然后我的同一个的创办人 他是念剧场的 那其实我们过去的经验都很常接触 像这样子比较一文气息的东西 然后我们最早的相遇 其实是因为都喜欢自然 比如喜欢植物 多肉植物的相遇 食物的东西穿搭到身上 然后我们就开始接触 像是工艺类的创作 然后才渐渐地把这些花材 做到我们的饰品上面 还有松烟手间的首摇影品牌 有料摇摇茶 以新潮复古 艺术价值和美式幽默感 作为主轴 与本土插画家进行合作 品牌印象让民众有惊喜感 我们就是每一期都会 一期是一个月 我们每一期都会结合 台湾在地的插画家 我们就是会去找这些 相当具有特色的画家 去跟我们的饮料店的品牌 去做一个结合 那这个联名的图案 就会印成三张贴纸 因为我们目前只有三家分店 然后这些贴纸 就会分别放在不同的店家里面 然后让民众可以去收集 就是也是促成他们 因为现在首摇影 其实是一个非常竞争的产业 那我们让客人可以有机会 每一个月都有一个动力 到我们不同的店家去 就是做一个消费这种动作 我们这一次合作的 这一档画家叫做恐龙的房间 那它是一个充满同趣感的画作 那其实这跟我们前几档的画 插画是差距 就是风格差距非常大 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这一种 非常色彩鲜艳的这一种感觉 那它这个画家呢 它其实在画这个恐龙 它是画家里有两个 它们也是一个团队 然后它们是个别代表一个恐龙 然后它们其实有在做一些 艺术治疗的部分 它们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它是在疗愈大人 就是不是是专门为了小朋友 去做这件事情 那其实刚好在这个 我们请画家进来进驻的时候 并没有设限说 他们要怎么去布置这个场景 就这一次的成品出来 其实我们觉得蛮惊艳的 就是很可爱 然后进来里面 就有一种疗愈的感觉 而其实一开始是 本身就是很喜欢画 就是这种小插画类的作品 那这种文创的东西 其实这一两年来 在台湾也是发展的非常蓬勃 然后在网路上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多 台湾的插画家 都是越来越厉害 然后也跟不同的品牌 去做一些不同样的艺业结盟 当然一开始的前几檔 都是以自己最喜欢的那些画家 去做邀请 那大概过了两三檔之后 就慢慢会有画家自己推荐 跟我们推荐说 他们也想要跟我们合作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模式 很有可能倾向在 不是邀请制 或是就是增见 或者是让画家自己来投稿 这样子 我们今年园区的朝东感谢庆 时间是一路从今年的12月1号 到明年的2月28 那也就是从圣诞节前 一路活动会至明年的元宵节 那也是借由这次朝东感谢庆 那串联全园区的所有品牌 那一起来参与 那其实透过圆区的官方的Line 8 那只要民众来圆区 加入官方Line 8之后 所有的消费满2500元 就能累积一次的抽奖机会 那我们这次抽奖的奖项 其实非常多 那都超过2000多个奖项 其实从我们进驻以来 这边的艺文的展览 就完全的不间断 然后我们也在这边 其实有逛过很多展 然后来的客人 其实都还 调性其实都非常充满个人特色 跟台湾色彩 也有很多是外国客人 就是刚解封 其实很不容易看到 很多外国客人 就已经出现在中央这个场域 也让我们其实不管在营收 或在推广我们的作品上面 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在进驻之前 也有考虑过就是人流的 或什么问题 可是其实我们觉得 我们的风格跟松烟 有一些些就是可以match的地方 就像是我们其实走得很 很有这种艺术感的感觉 对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 让来逛松烟的人 就是有一种新的体验 就是我可能可以在这边 拿一杯手摇印 然后去看看这间店长什么样子 然后拿着手摇印去逛 松烟指出 今年的朝东感谢 慶消费满额抽奖活动 奖品数量超过2000个 欢迎各地民众来松山文创园区 探索各家文创品牌的特色 也把握抽奖机会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许多人都听过台北的天空 这一首筷子人口的歌曲 但您可能不知道 这首歌的作词人陈克华 他除了是为眼科医师外 还是为诗人作家 更是为斜杠艺术家 最近展出以旌旗少年的50道英语为题的画展 将生为同志的内心世界 透过艺术创作呈现在世人面前 画布上的两双脚用指头挑逗着对方 用隐晦的方式传达出同志的情欲 创作者陈克华 不只是为眼科医师 还是为创作近40本诗集 上百首歌词的作家 18岁就出柜 陈克华将身为同志的私密欲望 幻想转化为创作灵感 透过艺术作品呈现在世人眼前 那为什么叫奇经少年 因为奇经少年就是一个 我小时候的脑海中 对于男体的一个意象 就是两个男生骑在鲸鱼的背上 然后鲸鱼的背上在呼吸喷水 那种鲸鱼背上喷水 这个意象应该够清楚了吧 对就是跟欲望跟性跟肉体有关系 我画男体可是很少有机会 可以这样子很完整的把它展现出来 特别是男体之间的挑逗 欲望高潮 然后美 这个种种的都陆陆续续在创作 很多人都说 现在同志不都是很公开 或者是说大家都很尊重 可是事实上 如果以我个人的体验 我认为同志在这个社会上 其实他们还是 他们遭受的压力 还有特别的处境 其实改善的那种速度还是很慢 所以当然是比以前是好很多 但是他们在看到有人 有人愿意把自己的 这样的很个人化的性的表达 这么展览出来 他们第一个就觉得说你很诚实 第二个是你觉得你很勇敢 第三个就觉得你很不敢 你很细的 创作有时候你会设定 就跟写诗不用设定 但是写歌你会设定 大家都知道我写了很多流行歌曲 大概一百多首 可是写歌它会设定你的听众的 比如说你要诉求的族群等等的 那我这些话基本上 并没有说我要为同志而画 并没有 就跟我的同志诗 刚刚有一本《豪鸟挡路》 同志诗选也没有设定它的读者 更希望就是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性倾向的人来看 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作为非典型艺术家 陈克华的艺术作品 都以复合媒材进行创作 从视觉上的需求以及想像出发 除了绘画颜料 像是珠珠 蝴蝶等装饰品 都能作为艺术创作的媒材 而创作也是他自我疗愈心灵的过程 基本上就是大家所看到的都是中和媒材 因为我第一个我不是课班出身 所以我画图就是 当然也是从素描啊 画石膏像什么都 然后也学过水彩啊油画 就是那种课班去学这样 可是基本上我没有正 就是不是那种正规的学院出身 所以我喜欢画图都是不按牌理除牌 所以每一幅画都是中和 就是有牙克力 有碳笔 鉴笔 甚至粒可白 然后都有 珠珠其实是大概五年前吧 四五年前我因为父亲过世 父亲过世以后就大量写诗 那因为父亲过世以后 我觉得就很难很难跨过去 所以我就去做了很多心灵成长的课程 这样子 那刚好有个朋友他会算那个生命灵数 所以他就用我的生命灵数去 去帮我分析我的状况 然后讲完之后呢 我脑袋里面突然浮现一个疗愈的方式 那个疗愈的方式就是黏 就是有点像小孩子做美劳那样子 后来我的朋友在做职能治疗师 他才跟我讲说 其实我们的职能治疗也常常用做这种美劳的方式 就是黏珠珠啊什么的方式 来疗愈一些病人的状况 所以我就开始大量的去用二手的材料去黏一个主题 那其实我黏的主题很广泛 但是我今天挑的都是男体或者是人体的部分 来呼应这一次的展览的主题 所以理论上这一次就是看到很多各式各样人体的呈现 《奇今少年的50道阴影》 在《星云艺术》展出到12月31号 透过作品引领观者进入属于艺术家陈克华的内心世界 感受奇今少年潜意识里的向往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哦耶 今年的耶诞节终于可以脱口罩 露出帅气美丽的脸庞啦 虽然大家把疫苗打好打满 不过在室内还是要注意防疫 才能够开心过耶诞哦 中家宽评祝福大家 MerryChristmas 耶诞节快乐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近年来餐饮界吹起Bistro的氛围 以欧美为主 有餐饮集团就插其激容 以奢华的英伦风为主题 搭配各国的传统国菜与经典料理 让人有妙出国的感受 以奢华英伦风打造的餐酒馆 一踏入像是进入另外一个国度 这间店主要风格是走英伦的奢华风 就正红色正蓝色正绿色 这样比较鲜艳的色彩 然后再加上很多的金色的 金色金属的装置物 所以它我们打造的是一个 比较英国英式皇家的那种风格的感觉 与世界融合的理念不只在主题风格 还运用在餐点中 匈牙利 德国 英国 葡萄牙 西班牙 意大利 多达45道的经典美味 就算不出国也能轻松享受欧式美食 像这家餐厅的餐酒馆 它的菜色很多样性 像欧陆的 西班牙菜 意大利菜 都很不同 像牛排 烤鱼 独特跟基隆的一些餐馆都不一样 很吸引人 很受顾客青睐的意大利面 多达22款 其中的诺马风大水管面 让人尝到茄子与鱼共舞的精髓 这道料理在意大利的西西列 那边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料理 意大利我们叫 它叫Noma 因为Noma 是在意大利很有名的一部歌剧 那在地人他们吃完这道料理完之后 发现味道的丰富 就像Noma一样的那样子的感觉 所以就称呼它叫 諾马风的意大利面 那里面呢我们是用洋葱 蒜碎 然后蒜豆碎 然后黑橄榄碎 然后做底酱 然后先把它拌炒出风味出来 其实在諾马风的意大利面 最主要的食材有三个 其中一个就刚刚已经出现 就是酸豆 第二个呢就是章鱼 然后第三个呢是茄子 所以其实 因为意大利其实在欧洲 茄子的食用量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其实这道菜很有特色 是竟然把茄子 然后融入到意大利面里面 对这是当地那一道 諾马风意大利面的特色 那这一道呢就是 在葡萄牙那边 因为当地也是余货量资源非常丰富 所以呢他们也会运用很多的 蒜碎 奶油 海鲜 香草 然后去熬煮 这是非常精华的东西 基隆其实这几年啊 这不管在市容的规划 然后在整体的 这个很多的商场的建设之下 其实发现基隆的越来越活泼 然后整个城市也越来越有朝气 那所以其实也是因为看上这一点 然后包含它可能也是 有蛮多的潜在消费力 所以我们才决定来基隆这边开店 看好基隆近年来的蜕变 与潜在消费力 餐饮集团插旗基隆 集合运动风 让消费者不出国 也能轻松享受英伦风情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卫福部基隆医院在耶诞节前夕 点亮了中庭高六尺的圣诞树 还邀请成功国中和新一国小的学生来表演 院长林三琦也特别扮演圣诞老公公 送上平安健康的祝福 成功国中舞蹈班以及弦乐团 开场炒热现场气氛 随着疫情趋缓平稳 迎接即将到来的圣诞节 卫福部基隆医院特地点亮 位在医院中庭高六尺的圣诞树应景 院方除了邀请成功国中和新一国小 学生表演之外 院长林三琦也特地扮演圣诞老公公 送祝福和病患家属以及医护人员同乐 让大家感受圣诞节 温馨平安健康的气氛 那今年天气就反正硬 那天气非常暖的 以前很早在十二月就很暖流 所以我们这次的圣诞节 其实是真的非常有过圣诞节的关系 我还记得我还在小的时候 每年我就会布置圣诞树 准备圣诞礼物 跟大家讲 我的小孩一直到国中一年级 才知道说 原来没有圣诞的关系 那我想这个圣诞节 在目前来讲就是我们 在我们的一个过节 非常温馨的一个时刻 那支持这个 比较天气很冷的这个时刻 祝福大家 都要享受軟软暖暖暖 生命健康 感谢各位 包括副院长陈伟达以及秘书李林美也开心的和表演的成功国中 以及信义国小学生和老师们合影留念 感谢学校用心安排 以及表演同学们的努力和精彩 让基隆医院在圣诞节前夕有着满满的爱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消防局在107年 开发了第一代救灾安全管制 经过不断的改良 第二代APP出炉咯 每个消防弟兄都有专属的QR Code 更能精准地计算每个气瓶的氧气含量 让打火弟兄的生命更有保障 消防队员全副武装进入火场前 先要经过这一关 跟指挥官报道 先扫描属于自己的QR Code 只要消防队员氧气瓶含量过低 系统就会发出警讯 就消防局前几年就开发第一代救灾安全管制APP 有别于以往都要在现场白板上记录气瓶的含氧量 现在更精确且方便 更可以精确计算个人数据 保障打火弟兄的安全 所以我们透过自己研发 然后去构思说如何让同仁能够快速的管制进出火场 然后并且掌握他的位置跟控气瓶的残压 然后有效的利用这个警报声 然后尽快让他们赶快通知他们出来 那后来经过这4年的一个经验 然后还有一些改良 我们后来大概又跟民间 捐赠了大概二三十万块 然后把这系统再改版升级 并且在这个平板电脑也升级 一个大平面的平板电脑 那主要升级的部分 在于监控掌握的每一个人 进去的一个气瓶的使用的残压量 让我们外部的安全管控人员能够确实知道 他里面的每一个人的气瓶残压剩多少 因为进入火场灭火救人 会因为环境和消防队员个人的身体状况 耗氧量会有所差异 消防局今年推出第二代 救灾安全管制系统 里面进入了每个人的耗氧量 这次系统大大提升 这个东西比以前更方便 以前还要用白板去写 那这个东西现在目前已经都使用APP 可以更了解同仁的使用情况 然后也省了很多的时间 它的气瓶的使用耗氧量 它可以帮我们精准的计算 每个同仁不同的体能状况 那使用上会更方便 救灾安全管制APP 107年使用到最近的时候 经过这几年我们在使用上面的改革 还有整个在改变 目前已经出版了一个安全管制APP 2.0版 那这个2.0版最重要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可以扫QR Code 然后每一个进入到现场救灾的一个同仁 它的气瓶量 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安全上的一个管制 所以包括它进入到的室内的一个位置 在现场我们在现场的一个救灾安全的指挥官 他都可以了解 那这个部分我想对我们所有的在使用上面的一个 救灾上面的一个同仁 达到他们一个安全管制 那过去我们在安全管制都是使用白板 那这几年我们开始使用这个安全管制APP以后 我想代替了这些白板 那我们整个管制作业也变得比较科技化 而且比较实务上能够发挥它的一个效用 那我们2.0版出来以后呢 那我们已经开始在扩大使用 那同时我们最近在全国消防首长会议里面 也把这个2.0版的一个安全管制APP做了一个专案报告 那也获得署长还有全国各县市消防首长的一个认同 混混在讨论这个安全管制APP的一个扩大的一个使用性 就在现场瞬息万变有了这套系统让指挥官可以随时掌握 打火弟兄在火场状况让他们在保护民众之余 自己的安全也受到保障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导 再来是破案消息 金融警局型大队破获了一个帮派分子 私设的混合型毒品咖啡包工厂 逮捕了多位天道盟帮派分子 警方将持续扩大追查其他涉案的共犯与毒品原料的来源 警察局桌上摆满查获的毒品分装包 总计有114包毒咖啡包 卡西同类 喵喵等毒品成分 搅拌器具组 封口设备 咖啡包 空包装 咖啡粉 而毒品的分装工厂居然藏身在住宅区 本局刑警大队获报有侠内的帮派分子 利用公寓大家作为掩护 从事毒品咖啡包之分装工厂 那经过受证完备以后 向基隆地线申请搜索票 前往查契 那朝后江信嫌犯等两名 现场也朝后毒品咖啡包有100多包 搅拌器 封口机等证物 那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 防治条例罪嫌移送 基隆地线署侦办 那本局除了持续溯远追查以外 并贯彻帮派零龙人之坚定立场 持续针对侠内的黑道帮派 非法枪械 毒品 暴力讨债集团 以及黑道帮派所依附的行业场所 持续扫荡零检以维护侠内治安 基隆警察局刑大借货报案和第二分局侦查队 共同出击逮捕25岁张信嫌犯等两人 也要全力扩大追查毒品上游来源 记者黄绍民基隆报导 基隆中山区中和路6号附近有一个三叉路口 大小车流量非常的多 市议员张炳君与中和里长苏彩雪办理会堪 希望增设路灯及红绿灯寻求改善 提升用路人的安全 大小车辆不断 再加上通往中平街和新西街方向的道路 并且是上下坡的路段 这里是中山区中和路6号附近的三叉路口 大小车流量非常多 夜晚亮度也不太够 行驶中山区来往台北的太乐客运 也在附近设置休息站 客运必须来这里转弯进出休息站 让这个路口经常发生意外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接获民众反映 特地邀及当地中和里长苏彩雪 和市政府相关单位人员办理会堪 希望增设路灯以及红绿灯寻求改善 提升用路人的安全 因为这边常常发生车祸 有时候就请张一元来帮忙争取一下 卡上红绿灯那边 中和路6号前我们这个三叉口 那其实这个地方很常容易发生车祸 因为它临近我们中和路的交流道 附近还有我们中和国小 也有学童一些进出的问题 但因为其实这个路口没有真摄红绿灯 变成很多的车辆的强快 造成交通意外的发生 今天特别来办理 请我们交通处来这边勘察 就是希望来这边增设红绿灯 当然因为其实有一些限制的条件下 目前交通处的回复是没有办法增设 但我觉得民众的安全 依旧还是我们放在首位 所以我们要先激起来争取 首先在这个路口处 先来去增设路灯 增加它的照明 然后避免降低我们交通意外的发生 未来其实我们还是要召集 我们不管是交通处 我们交通队 或者是其他相关单位 重新在这个路口处 再来去办理会看研议 找出一个适当的方式 然后来去增设红绿灯 这才是可以守护 我们民众安全的解决之道 会看后相关单位同意 先加装路灯提升照明度 是否设置红绿灯耗制 则必须考量是否有力感的地点 以及必要性 避免造成短暂性塞车 张炳君表示 将会择其在办理会刊 找巡视和装设红绿灯的方式和地点 寻求合适的改善方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再会 赞托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期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李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3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勾片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